法学院成立于2000年,是澳门科技大学四所创始学院之一。 学院践行一国两制方针,逐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背景, 及跨域法律为内容的教学和研究特色。 学院拥有三级学位课程,研究生课程共开设六个硕士学位课程, 及两个博士学位课程。 学院设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澳门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和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澳门研修中心。 经美国公认反喜前师协会授权设立国际公认反喜前师CAMS资格澳门考试中心, 与深圳国际仲裁院、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达成战略合作,互设立联络处。 学院的使命与目标是,立足本澳,面向国际, 借由多元文化,培育本地及跨域法律人才,推动法治进步。 欢迎大家参与澳门科技大学2025研究生招生课程自行日活动。 我是来自法学院的毕金伟老师,坐在我旁边的是来自法学院的摩孝波老师。 我们今天宣讲的题目呢,是多元于创新法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科大法学院呢,成立距禁已经24年,是伴随着我们回归同步成长起来的, 是大学的创始学院之一,四个创始学院之一。 我们的培养目标呢,是注重培养本地及跨域的法律人才,立足本澳,面向国际。 学院呢,从监院一史呢,就拥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授业课程权利。 那非常注重学生的这种法律思维和研究能力的养成,培养学生具有国际事业。 那学院呢,目前呢,刚才已经提到,有三级的学位课程的授业权, 分别是学士课程、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 那我们的研究生课程呢,向大家着重介绍一下,非常有特色。 刚才已经提到,有硕士学位课程,还有博士学位课程。 那硕士学位课程呢,目前有法学硕士学位课程,法律硕士,国际经济商法, 刑事司法,国际仲裁,还有前几年刚刚新设的金融犯罪与监管硕士学位课程。 那博士学位课程呢,有传统的法学博士学位课程, 还有呢,法律博士学位课程,也是我们今年刚刚获批的。 那两者呢,有一点区别呢,就是法学博士学位课程呢, 更注重对学生进行学术性和研究性能力的培养, 进行跨域的这种比较法的研习。 而博士学位课程呢,在此基础之上呢, 更多的是侧重对于学生实务性, 以及呢,跨学科能力的这样一种培养。 那接下来呢,我有请摩小波老师呢, 着重介绍一下硕士学位课程, 以及呢,课程学习和报读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嗯,好。 硕士学位课程呢, 我们是有六个硕士学位课程, 这个对于我们内地的同学来讲啊, 可能是比较特别的啊, 因为它是区别内地的那种, 只是在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里边 画专业的那种做法。 我们是每一个课程呢, 是有单独的, 我们叫program, 你如果申请某一个课程的话, 就读这个课程, 拿到的学位呢, 就是法律硕士学位, 法学硕士学位, 刑事司法硕士学位, 所以这个学位的名称也是这样子的。 法学硕士呢, 是倾向于这个学术研究型, 这个里边有五个专业, 一个是比较法, 一个法理学, 民商法, 刑法学和宪法行政法, 目前是开始着有五个专业, 大家可以报考。 它的修都年限呢, 也是两年。 这个法律硕士呢, 是要求, 大家看到招生对象是要求非法学学士学位, 报考, 有法学学士学位就不能报考了, 所以它属于跨专业的报考, 法律硕士学位呢, 它里边要求大家对各个部门法的, 包括内地的, 澳门的, 去做一个研习, 甚至要做一些比较法的学习。 国际经济与商法硕士学位课程呢, 它是具体在国际经济, 国际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投资, 国际商法, 等等这些实体法领域的内容的学习。 刑事司法硕士呢, 它区别于刑法学, 也区别于刑事诉讼法学, 它比较注重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犯罪学, 警察学, 侦察学等等这些科目的研习。 国际仲裁硕士呢, 也是国际法领域的一个课程, 不过呢, 它倾向于程序, 比如说谈判调解仲裁诉讼, 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的学习。 金融犯罪与监管硕士呢, 是具体在这个金融犯罪, 金融机构的监管, 金融机构的合规管理, 反洗钱等等这些内容的学习。 它的这个专业性非常强, 将来这个就业的途径呢, 也是比较专业的。 这个修读年限呢, 硕士课程的修语年限都是两年, 大家可以看到, 授课语言呢, 除了目前法律硕士是中文授课以外, 其他的都是中文和英文授课。 招生对象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介绍了法学硕士的要求有法学学士学位, 法律硕士呢, 要求不能有法学学士学位。 国际经济商法呢, 要求有法学学士学位, 或者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以及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刑事司法硕士, 只要有学士学位就可以, 国际仲裁硕士呢, 要求也是有大学本科学历就可以。 金融犯罪监管硕士, 大家看到啊, 报道要求比较长, 因为他要求的这个专业比较详细, 有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以及, 具有其他专业本科毕业, 但是呢, 要有法律和金融从业经验, 或者资格的人来报考。 目前这个硕士学位课程呢, 就这些情况。 李老师。 那我再补充一下法学博士和法律博士, 这两个课程的学习和报读要求。 那这两门课程呢, 常规的学习时间呢, 都是三年。 那说过语言呢, 是中文和英文。 有区别呢, 是要报读法学博士学位课程呢, 需要具有硕士学位。 而且呢, 在本科或者硕士这两个阶段当中呢, 至少有一个是修读法学、 法律或者相关专业。 那简单说就是要有法学或者法律的前置学位, 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法律博士的报读要求呢, 有别于法学博士。 除了相同的是, 都具有硕士学位课程, 修士学位以外呢, 那我们还要求呢, 报读法律博士学位课程的考生呢, 具有三年以上的法律或者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 这是也是刚才已经提到的, 法学博士和法律博士它培养目标上的这个区别, 这样的一个要求。 接下来呢, 我再想请毛老师呢, 再着重介绍一些啊, 刚才毛老师介绍的, 各个硕士学位课程的一些科目的修读情况。 好的, 这个各个硕士学位课程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从这些, 必修课的科目设置的情况来看, 大家可能更能了解这些课程学习的内容, 研习的内容, 以及将来工作的这个专业知识的具备情况啊。 你看法学硕士, 是有三门所有的专业必须学的法理学和法哲学, 比较法学和欧盟法。 你看我们这个法学院的课程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啊, 就是多元化。 从这些课程的设置, 大家能看出来啊, 你看这个法理学、 法哲学, 是吧, 它是跨各个法律部门的, 部门法学的一些这个理论的研究。 比较法学呢, 是要不仅仅局限于澳门的法律了, 也不能局限于我们整个中国的法律, 要跨法域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法律也要研习。 欧盟法呢, 因为我们是很多法律呢, 有葡萄牙的这个根源, 所以对欧盟法研究也比较多。 各专业范畴必须科目, 那我举个例子吧, 因为各专业比较多啊, 比如说民商法, 它里边有民法学、 商法学还有法律交易论, 这些这是民商法专业的必修科目,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倾向于学术研究的这些这些科目的设置。 刑事司法硕士呢, 这是三门必修科, 大家知道犯罪学的原理是刑事司法研究里边的一个重头, 还有比较刑事司法呢, 是要大家研习各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 研究方法呢, 是要给大家打好这个研究方法的基础, 主要是社科法学的这个研究方法。 国际仲裁硕士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的确实是谈判的调节啊, 诉讼程序啊, 商事仲裁啊, 多元化争议解决原理啊, 等等这些侧重于这个程序的, 呃, 科目,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 呃, 倾向于这个, 这个, 这个程序性的一个课程啊, 呃, 法律硕士呢, 大家可以看到各个部门法, 加上法理学, 法史学, 啊, 法治识, 大家要对这些所有的这个科目, 支持要有一个, 呃, 比较深刻的把握啊, 金融犯罪与监管硕士呢, 呃, 刚才我也说了, 呃, 有反习前金融犯罪, 金融捐管与合规管理啊, 金融刑法啊, 呃, 这个是在金融和法律领域交叉的, 比较多的一门科目, 呃, 国际经济与商法呢, 呃, 呃, 大家可以看到有国际贸易法, 世界贸易组织法, 呃, 国际投资法, 国际质产权法, 这些实体法领域, 呃, 这个跨法与跨国际的, 呃, 呃, 这些科目内容的研习, 呃, 呃, 所以大家要根据这些科目的设置, 了解各个课程的, 这个, 呃, 专业性质, 呃, 根据自己的兴趣呢, 来报考各个硕士学位的课程, 啊, 好, 比老师, 我介绍这么多, 啊, 好, 谢谢毛老师, 呃, 那我再补充一些, 呃, 博士课程的主要授课的科目, 呃, 法律博士呢, 他的必修课呢, 主要包括法理学, 法律方法与案例研究, 呃, 还有比较司法制度, 这三门必修课, 法学博士学位课程呢, 主要包括法哲学, 法学方法论, 和法学经典研读, 那, 两者之间呢, 有一个区别呢, 就是在专业范畴必修科目当中呢, 因为法学博士呢, 区分包括法学理论, 法律史, 呃,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刑法, 经济法, 国际法, 诉讼法, 还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这九个专业的方向, 所以说呢, 法学博士课程呢, 我们在这九个专业方向之下呢, 还, 呃, 开设专题一和专题二的, 这样的一些课程的研习, 呃, 法律博士呢, 就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呃, 呃, 除此之外呢, 呃, 那两个博士课程呢, 也都开设了非常丰富的, 呃, 有侧重性的这样的一些选修课目, 比如说法律博士这边呢, 我们开设有跨离法律问题研究, 呃, 比较法, 呃, 法律于人文社会科学的, 那法学博士呢, 我们还会,呃, 开设呢, 比如说比较法呀, 法学前沿, 法律于人文社会科学等等, 啊, 这些呢, 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修读学分上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啊, 前面呢, 是我们对研究生课程的一些介绍, 那在此基础之上呢, 学院呢, 为各位学生呢, 也都搭建了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平台, 我们是, 比如说内地与港澳法学教育联盟的首批理事单位, 及亚洲法律协会的成员单位, 我们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级平台, 澳门资产研究中心, 还有上河组织的澳门研究中心, 学院呢, 还下设一些非常, 呃, 重要的一些研究机构, 比如说仲裁与争议解决中心, 啊, 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 法律实践教学研究中心等等, 啊, 我们还有一些, 呃, 专一的机构吧, 建立了一些, 一些联系, 的这样的一些, 呃, 机构, 比如说我们与深圳国际仲裁院, 呃, 互设联络处, 呃, 呃, 还有我们还是国际公园反喜间市的, 这样一个考试的澳门考试中心, 啊, 这些呢, 都是为同学日常的学习和研究呢, 提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平台, 那学生呢, 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之上呢, 广泛的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各种学术和学生活动, 以及呢, 一些专业竞赛, 啊, 而且呢,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啊, 呃, 学院呢, 也会日常的会开设, 呃, 举办各种各样的, 呃, 法学论坛, 呃, 民家讲坛, 呃, 还有一些法律人真情对话的这样一些交流活动, 呃, 等等等等来丰富大家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学习, 那学生呢, 自发呢, 也会组织一些包含辩论赛, 演讲比赛, 真文比赛, 啊, 还有各种类型的研习社, 啊, 啊, 包括企业并购啊, 啊, 国际仲裁模拟法庭研习社呀, 啊, 国际刑事法院, 模拟法庭研习社啊, 等等等等, 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日常学习和研究的这样一种生活, 啊, 刚才已经提到, 啊, 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些努力, 学院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推动和支持下呢, 学生参与各种模拟法庭竞赛, 啊, 屡获佳继, 啊, 比如说我们曾经获得, 啊, 国际行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的全国一灯奖, 啊, 还有, 这种并购竞赛的最佳书状奖等等, 啊, 学院呢, 也非常注重国际交流, 啊, 而且为学生来, 啊, 设立了非常多的这种奖学金来支持, 鼓励学生的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种日常的学习, 啊, 这是学院的这样的一些研究生, 本科还有硕士博士课程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那我们的介绍呢, 今天呢, 主要就到此为止, 那接下来呢, 我们集中呢, 来回答一些学生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 啊, 或者一些问题, 尤其孟老师, 好好, 平时同学们, 咨询我们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有这么两个, 一个呢, 是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报读要求有什么不同, 确实是很不同, 截然不同, 就是法学硕士的申请者呢, 必须要有法学学士学位, 啊, 而法律硕士的申请者, 还不能有法学学士学位, 有法学学士学位者还不能报考, 这是, 这个, 这两个课程的报读要求的不同, 第二个问题呢, 是法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接受跨专业报考吗, 是有的是接受的, 是吧, 法律硕士刚才说了, 就是跨专业报考, 不跨专业还不行, 刑事司法硕士呢, 和国际仲裁硕士, 这两个硕士要求, 这个报读的要求呢, 是你只要有本科的学士学位就可以了, 是没有专业限制的, 对, 所以就是这样, 欢迎就读各专业的申请人, 来报名这两个课程, 好,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和问答呢, 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 想要了解的课程的信息呢, 也欢迎大家通过PPT上的联系方式, 通过电子邮件, 或者通过电话, 来咨询, 来了解, 我们期待呢, 在澳门, 在澳门科技大学与大家相见, 再见, 拜拜, 拜拜,